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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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肉有菜有蛋 你注意營養 你吃一塊乳肉看看 怎麼樣 好不好吃 好吃 很好吃 嗯 怎麼這麼鹹啊 你是不是 放油放太多了 沒有啊 我是完全按照那份食譜去做的 對啊 我把鹽當作糖了啦 該味道這麼鹹 而且又不香 沒關係啦 這是你第一次做 這樣就很好了 家晨怎麼辦啊 我這樣怎麼可能過禮貌那一關 還是我現在趕快去報名 那個噴噴班 應該還來得及吧 就算你報名了 那老師的手藝也不一定和我媽的口味啊 怕還是會挑你猛兵的啊 又這樣怎麼辦呢 哇 每個人啊 有每個人擅長的地方 你就不要再勉強自己了 不行啦 我雖然沒有很期待我自己很會走 但我總是啊 但我總是要做幾樣她愛吃的菜啊 不然每次一到晚餐 媽就這樣跑出去了 覺得好丟臉哦 好丟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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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了 你可以找文玲 文玲 幾個孩子裡面啊 文玲是最賢惠的了 她從小啊就不喜歡往外跑 她整天跟在她媽媽的身邊 所以啊 她就得到她媽媽厨藝的真喘 我們全家都很喜歡吃她做的菜啊 真的嗎 來 那你趕快把文玲的電話給我 快點 你不用急 我以前打的電話跟文玲說 文玲這個女孩子啊很貼心 她不會拒絕的 好 這個位子啊 是我們張家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幫助我們一家人啊 從以前到現在 最有紀念價值的照片 現在啊 我把我們的照片放上去 這就代表以後 你就是張家的一份子吧 孩子們的房間啊 就在三樓 那二樓呢 是我的專用區 這裡是書房 有時候啊 我也會在這裡處理一些公事 來 來 這裡啊 就是我們以後的房間 你看看還有缺什麼 我再去買 需要的話 我也可以找人來改裝一下 只要有你我什麼都不缺 不用再為我麻煩了啦 什麼麻煩 你現在啊 是張太太 也是這棟屋子的女主人 還怕什麼麻煩 對了 我想說啊 可以先買一個梳妝櫃 放在這裡 或者 把這面牆打通 跟隔壁的廚房合在一起 隔一個 好了啦 其實啊 到時候在這個櫃子上面 放一個鏡子 這樣就很好用了啊 我再把其他的東西啊 收進抽屜裡 這個抽屜啊 家晨 這些照片 是從剛剛樓下放照片的地方 拿下來的嗎 是啊 你這樣子做 會讓大家以為 我要取代秀娟姐的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這麼做 聽我的就沒做 只要我秀娟姐的照片拿 你千萬不能拿掉 我們照片放旁邊就好了 我沒想到 你看到我前妻的照片 竟然都不生氣 你不是也說過嗎 你娶我 並不是要取代秀娟姐 我也沒有要替代她的意思 謝謝她 而且 秀娟姐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我真的很謝謝她 為什麼這麼說 難道有認識她 沒有 沒有啦 你看 她把你照顧得這麼健康 結果把這個家照顧得這麼好 我當然會感謝她 照片我已經放回去了 你要接她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再生她的氣 我來收就好 你先回家吧 今天阿嬤突然跑來 害你沒辦法做生意 營業損失你看多少 我賠給你 不用啦 阿嬤來幫忙 我反而多賣了不少套餐 而且下午跟有日的 海達的機場遊戲 還滿開心的 你幫我照顧阿嬤 我很感謝 但是你現在整個 捲進我們家的事 我覺得太複雜了 不就演男女朋友而已 那也複雜 照我們的原定計畫 聚餐之後 我們本來就應該分手了 現在一直這樣子拖下去 不是辦法 不過阿嬤最近常常來我店裡幫忙 我怕 我們很難分手 我會想辦法 陳文綺 你難道不覺得 我早上跟你說的話 是認真的嗎 你不就已經講我昨天喝醉酒 說的話都不算數 可是我真的覺得 你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如果我們真的交往 好了 我講過很多次 我們兩個不適合 而且我鄭重聲明 我從來沒有想過 要跟年紀比我小的男生交往 當初要不是為了找你 假扮我的男朋友 說真的 我們兩個世界是沒有交集的 重點是我不可能 讓我的男朋友知道 我跟張有年的事 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這樣我解釋夠清楚了嗎 清楚 但要不要追你是我的事 你沒辦法替我決定 其實我會被人送你 最好,分審的 你要是說 我決定 我是說 我決定 你會痛 похоже 你可憐 你在哪裡 你姿勢 想說